所以下面開始慢慢紮 會痛嗎? 不會 把刺針一根根往臉部上紮 中醫師邊解說邊示範的 正是以中醫理論為基礎 透過針灸刺激經絡穴位 來達到中醫美容效果 我們臉部有很多的肌肉群 我們這樣子紮的話 像我們的額肌、捏肌、罐肌等等 我們都可以這樣紮 紮完以後 它只要我們有紮到肌肉群 或者紮到我們的經絡系統 那這個肌肉就會收縮 那它收縮就會把附著在我們肌肉上面的皮膚 給你拉緊 那會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環 跟淋巴循環 讓我們皮膚的栽生能力會變好 所以可以改善一些凹陷的細紋 或是一些暗沉的皮膚 都可以慢慢改善 醫師表示 改良韓國最新流行的微針縮臉素 利用更細的40號針 刺激臉部特定肌肉群 來消除法令紋和乳尾紋 一個療程針92次 每個星期一個進行一到兩次 每次紮針約半小時 和傳統醫美相比 少了開刀和出血的風險 現在吸引的整性胃科的開刀也進步很多 有所謂的什麼五抓拉皮等等 可是畢竟它還是要有一個小的手術 那只要有開刀就有失血的風險 有感染的風險等等 那這個傳統中有我們只是用非常細的針 跟頭髮一樣細的針 做一些局部的進入的刺激 肌肉的刺激 醫師指出目前針灸美容 年紀最大患者約60歲 效果維持半年 目前院方也針對這項技術 開課來推廣 希望讓針灸有新的應用方式 記著你將它裝成刀